美国总统初选的重头戏 超级辛吉尔落幕 积极争取代表共和党 较逐白宫大位的前总统川普 在党内初选 势如破竹 一路领先对手海力 最后在15周初选中 赢了14周 不敌川普排山倒海的气势 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 海力也宣布退选 但现在时间到了 为了解我的决定 我说我希望美国 让他们的声音听 我已经做到了 我没有忧愿 曾是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海力 受到共和党内精英派 以及温和派选民支持 也是党内唯一 人和川普竞争的人 但他身世一路落后川普 难以扭转颓势 初选之路也正式画下据点之计 他依旧没有宣布 要选民改支持川普 我们想要有联系 我们会有联系 然后很快就会发生 随着海力宣布退选 川普也笃定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他不断对自家人强调团结 积极想要拉拢海力选民的支持 即将与代表民主党的现任总统 拜登上演二度对决 川普为了筹措竞选经费 传出还找上了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 不过被点名的马斯克发文表示 自己不会捐款给任何一位候选人 静新闻林子李周成为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